韩国团体JYJ的团员金载中 23号晚间旋风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 不过紧凑的行程让他看起来略显疲惫 金载中也透露想吃美食来补身体 以后会好多东西 我只要到华西街去吃这个舌汤 你敢吃吗 华西街的舌汤 这里台湾的有名市场有名市场 那里边汤 汤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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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用未来的舌汤 你是换 firearms吗 金载中听道主持人 要带他吃舌汤 不仅面露难色 而他这趟来台虽然催金千万 但也遭到备收包包的待遇 看なんか脉敲打点 creepy 这个是药吗 那种药 here 看来韩国艺人到海外捞钱也越来越困难 不仅要美美现身 还要寄出一些综艺节目的桥段 来博取粉丝欢心